好来欢迎收看周末的雅虎TV 周末雅虎TV当然因为这有疫情的关系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节目 其实我们都是用连线的方式直播 没办法到现场 所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在周末的雅虎TV 星期六的陈凤欣 星期天的我 我们原来都会直播一段视频 陪大家过周末 但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了一下 不过后来觉得 怕大家周末太无聊了 所以周末的时间 好那我们就还是录一段视频 跟大家聊聊天 把一周的重要的事情整理着整理 让大家提纲切领的 也能够判断一些趋势性的问题 好这个礼拜结束之后 这个礼拜是一个 我认为未来历史可以记录的一个星期 因为持续了十多年的 国际政治跟国际经济的趋势在这个礼拜呢 都会出现转折 而且那个转折是180度的 那在国际经济的部分来讲 2008年呢 在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发生了之后 全世界都都遭殃 美国放火 然后呢 全世界呢 几乎呢 都被烧得干干净净 在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呢 因为美国 美国毕竟是印钞票的国家 他为了自救呢 他就狂印钞票 所以2009年之后呢 美国呢 就用疯狂的Q1 Q1这两个字呢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疯狂的Q1 QQQQQQ 一直一直Q 好那Q到现在为止 那都还在Q1 就宽松银根啊 非常非常松 越来越松 就像你细皮带一样 本来呢 本来细满格 松一格 松两格 松三格 那还不够松 最后干脆呢 把皮带拿掉 把裤子脱了 够松了吧 那美国呢 就松了这么久 那也逼得全世界呢 也都必须要跟上啊 要不然呢 大家彼此之间的 这个货币的兑换 就出现很大的问题 因为Q1呢 就是呢 引导美元贬值 引导美元贬值 强化出口 但是可能会引入一些的 一些的通膨 但是不管啊 就是要把经济的带上来 那其他的国家 也要自保啊 虽然没有办法 像美国一样 有强势的美元呢 当后盾啊 所以可以呢 随便的印钞票 以零为货 其他国家即使办不到 可是当你把水不停的 往我家泼的时候 我建个围墙 挡一下 总是会的 所以各个国家呢 也就呢 跟上了Q1的脚步 因此全世界呢 就走向了长达12年 13年的超级银根 大宽松 这么宽松的银根 人类历史上面呢 是没有见到过的 那这个宽松银根 到了2020年 当COVID-19 全球疫情爆发的时候 更不得了了 那就开始 因为 因为为了要救经济嘛 那不管是纾困也好啦 不管是刺自己景气也好啦 或者像拜登当选了之后呢 要扩大国内的投资也好啦 总而言之呢 就是 就是用打类固存 苹果光各种的方式呢 就是要把一个大病啊 大病 才刚离开家户病房的全球经济 那用各种的方式呢 把它美化 那让你看起来是健康的 准备出院吧 好 那这一波的Q1呢 更不得了了 光是这一年的时间啊 全世界呢 所释放出来的货币啊 比人类历史上面呢 所加总的货币总量都还要多 松到这个样子 好 那 但是这个 这个宽松的银根 它先是带动了资本市场的膨胀 你看到了全球的房地产 有Q1的地方 房地产的膨胀的不得了 一栋房子都放大三倍以上 那房地产膨胀 股票膨胀 股票呢 便宜的不得了 好了 每个人呢 都有钱买股票 每天不买股票呢 好像都都没事做 所以呢 房地产跟股市呢 这两个主要的资本市场呢 就开始呢 进入到了疯狂的膨胀的状态 这种资本市场的资产膨胀 成为过去十多年呢 全球的最主要的经济现象 好 那资本市场膨胀完了之后呢 这段时间 尤其这几个月的时间 比较明显的呢 是 是呃 除了资产以外的 其他的物价的膨胀呢 开始了 美国刚公布的呃 物价 他的 五月份的物价 他的通膨率呢 到百分之五 他的核心物价到百分之三点三 那这个比例呢 都是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 而且绝对不像是 联总会讲的说是暂时的现象 不会 因为全世界的原物料已经涨翻天了 涨到很多比较穷困的国家 现在要卖原物料的固然觉得 哎 好像价钱比较好一点 可是要买食物就觉得食物我买不起 好那现在的这种的通膨的情况呢 使得美国终究要开始担心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当当通膨如果失控的时候 那可是洪水猛兽啊 毕竟呃原物料 毕竟刚刚讲的当当房地产 然后当当这个股市的资产性的膨胀了 已经膨胀到顶了 大家都已经呢开始有点紧张了 原物料的膨胀了又开始呢 会推动了实质的物价的上涨 大家想说总要总要让不可能用这种病急乱投医的方式啊 那呃吃一些的尘药尾药的方式 然后以为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呢 身体呢赶快呢救起来不可能 所以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正规的疗法 好那让经济降温 过去大家都觉得只闻楼梯想不见人下来 但是这个礼拜你看到呢联总会 美国的联总会啊 美国的联总会开始有具体的动作了 那他把隔夜财款利率呢 从零提高了 他把呢银行的存款准备率呢也提高了 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动作已经十几年没有做了 换句话说方向改变了 国际经济的方向改变了 虽然你说那是不是很快的呢 就要开始呢开始紧缩紧缩银根 还没有到紧缩的地步 他只是呢把银根的宽松没有没有这么松 没有再这么松了 或者没有再准备松下去了 不会让你看到更松的情况 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因此呢国际经济的潮流变了 这十多年的潮流开始变了 第二个是政治的方向变 政治的方向表现在拜登这一次呢 对欧洲的出访 拜登这次对欧洲的出访 对他来讲当然很很重要很盛大 这除了是他就任之后的第一次出访 那美国的总统呢照惯例了 因为欧洲对他最重要你要认识 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地球上面 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有意义的全球霸权 他在全球有大概四十五个结盟国家 盟国军事上的有意义的同盟国家 大概有四十五个 这四十五个大概都是地球上面 大概前名排排名前前五十名的国家 好那他有四十五个同盟国 他有八百多个基地 我说八百多个基地里面经常是使用的 有六百多个大型的 所以可以随时的进行战备的大型基地 有两百多个 那美国呢是一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霸权 人类有人类以来历史上面 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全球霸权 他的军事力量24小时之内可以全球到达 他的军事的支出的占比全球军事支出 百分之四十 其他第二名到第十名的国家加起来 都不是他的对手 最重要的是第二名到第十名里面 大部分都他的同盟国 所以呢他如果把他把美国加上 他的同盟国加起来之后 他仍然是一个局势不是宇宙无敌 仍然是地球上面的无敌的超级力量 好那但是拜登呢 美国呢美国在二战之后的超级强大 除了他自己的强大之外 强大到呢他可以用一种 我们所谓的泛美主义 PenM的泛美主义 所谓的泛美的意思就是 在地球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呢 美国都有利益 美国的利益呢无所不在 而且几乎美国说了算 所以但是在这些的全球到达 全球利益的泛美主义里头 有三个战略支点 是撑起呢美国呢 这个就是说霸权国家门面的 最重要的支点 一个呢是中东因为油 一个呢是日本 因为在亚洲呢他要看着看着看着朝鲜半岛 看着北韩 看着中国看着俄罗斯 因此日本作为战败国 是他在亚洲呢最重要的战略的支点 另外的一个战略支点就是欧洲 那欧洲当然包括了战败的德国在内 欧洲是他另外战略支点 但是欧洲是他最重要的战略支点 所以美国长时间算是两洋国家 不过大西洋比大太平洋重要 所以他还是看重大西洋 那隔着隔着大西洋的大西洋宪章 然后呢大西洋主义 仍然是美国的维持自己的全球 主要的军事强大 维持自己的全球泛美主义的 有效性的最关键的结盟 所以呢透过欧盟把欧盟 那些国家紧紧的呢 拉在身边作为自己的核心的伙伴 是美国最核心的战略 所以每个总统上来了之后呢 都会先到欧洲跑一跑 那到欧洲跑一跑 今年呢多加了一些的行程 第一个行程是英国 你看到美国呢到英国 美国跟英国呢 从英美关系到美英关系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英国在海外的私生子 那但是美国长大了 美国长大了之后呢 现在比爸爸都还要大 所以呢本来呢 本来呢 是父子关系爸爸盯儿子的 可是现在呢爸爸的弱了 爸爸现在跟在儿子旁边 爸爸变小弟跟着儿子走 美国把一个脱欧的英国呢 拉在身边 因为英国脱欧了 英国的大西洋主义呢 跟欧陆主义呢 又开始对上了 这点你可以从最近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讲话呢 你可以你可以听得出来 马克龙对英国脱欧超级不爽 马克龙呢对英国脱欧之后 他仍然强调 法国的国际观 法国的地缘政治观 跟你英国跟美国就是不一样 换句话说 马克龙呢 他比过去任何一个法国的领导人 更清楚的揭露 法国的欧陆主义的精神 他甚至否定自己是一个大西洋国家 或者不只是一个大西洋国家 好但是美国先把英国拉在 拉在身边 拉住英国了之后呢 就取得了平衡欧陆的力量 那我我称为呢 拜登这次的出访呢 是一个大平衡主义的时代 新时代的到来 大平衡主义就是 拉着英国去平衡欧路 平衡了欧盟 好那欧盟呢 看着英美站在一起 那欧盟基本上面呢 也不敢太造次 所以呢 欧盟呢也就呢 虚与伪移的跟美国采取一些的妥协 好那美国跟英国呢 拉了欧盟 欧盟之之后 那就可以呢去平衡俄罗斯 俄罗斯呢 看着呢欧盟 看着英国跟美国站在一起 俄罗斯 多多少知道呢 美国仍然是呢 当大哥的 所以当拜登呢 要跟俄罗斯总统普丁见面的时候 呃 普丁基本上看着 看着拜登的后面站着英国 英国的后面站着欧盟 站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个呢 让拜登呢 跟跟普丁见面的时候的底气 是完整 是强大的 有了这样的完整 而强大的底气的时候 拜登呢 和跟普丁见面的时候 就立于不败之地 好呃 但是 对拜登来讲呢 这次 见普丁 是一个 划时代的战略转变 最少这个是从1971年 美国呢 开始走走上了真正的有意义的 因为在当时推动的是 Kissinger 季星级 那在 当时的 Richard Nixon 尼克森时代 派了季星级 偷偷的到了大陆 开始展开美国的联中制恶的道路之后 时隔 那是1971年 今年2022年 刚好经过了50年的时间 那 嗯 50年之后的今天 呃 美国 开始调整他的战略方向 他开始联俄之中 当然当一个 一个 一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不当一回事情 都会觉得不会吧 哪有这么简单 对 没有这么简单 可是我要告诉你就是 已经开始了 未来这个方向不会变 拜登对于 对于普京对俄罗斯 采取了一个超级低姿态 这个超级低姿态 是刻意的 是非常刻意的 这跟今年四月份呢 拜登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还在大骂普京是筷子手 那觉得 觉得俄罗斯呢 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 敌国 他都还没有这样子形容 形容中国的 敌人敌国 到这次六月份 时隔两个月呢 出访 除了邀 邀普京呢 到瑞士见面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除了普京一派轻松以外 拜登呢 在整个的对话的过程当中 包括会前的记者会 会后所拓露出来的讯息 你都会感觉到 拜登呢 为了要让普京开心 觉得这一次的美俄的会谈 是有意义的 气氛是良好的 拜登几乎 台面上面呢 能够让步的筹码都让了 那你说让了 让了什么 我们就讲 讲两件事吧 讲三件事 第一个 你看到他到访之前的时候 对于原来俄罗斯和德国的 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线 美国制裁了这么久 制裁到呢 连跟好朋友 跟欧盟 跟德国翻脸 跟丹麦翻脸 荷兰翻脸 他都无所谓 他就是要制裁你 你就不可以见北溪二号 所有天然气的管线 不可以的直接由俄罗斯呢 通通德国 怎么可以 当然大部分 我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你会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我跟俄罗斯之间的事情 我德国为什么不可以 直接跟俄罗斯买天然气 但美国说不可以 他就制裁了非常久 可是这一次在出访之前的时候 他终于放手了 北溪二号呢 纠缠了美国俄罗斯 跟德国非常久的时间 美国放手了 好第二个 你看到呢 这次 这次的在出访的 出访前的时候 其实全欧洲 最关心 因为拜登 民主党 所到之处的 言必称人权 民主 这是一个民主的圣战 他们是一个人权标准的国家 好吧 欧盟这些国家呢 对拜登寄予厚望 好那你见到 见到呢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时候 那个筷子的时候 那个杀人犯的时候 你好歹应该跟他讲一下 你最近呢 把那个把你的那个呢 那个现在最有名的 就俄罗斯的反对派的那个领袖呢 纳瓦尼 你应该把纳瓦尼放了吧 当然了 不可能拜登叫他放 他就放 可是拜登你应该讲话 你应该让大家听听看 你作为所谓的民主 民主圣战的领导者 那自由世界的大哥 你要 你要让全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你当着呢 普丁的面 你呛他 你告诉普丁 你把纳瓦尼放了 当个屁一样 给他放了 大家一定寄予厚望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可以忘记呢 可是现在大家知道 他跟普丁 畅谈三个小时 充满互信 建设性 可是他没有听纳瓦尼 他没有要普丁 对纳瓦尼的事情表态 不但没有表态 普丁呢 在到瑞士之前的时候 还给你个下马威 不止纳瓦尼 我告诉你 跟纳瓦尼有关的 他的党羽的途众 在俄罗斯的参政权 全部被没收 视为非法团体 这跟在香港的民主派 所遭遇到的情况一样 你不认同香港基本法师吧 全没收 那这个像拜登来讲 就尴尬了 这个鼻子摸一摸啊 讲了气氛就坏了 不讲回头铁挨骂的 所以他一出来没多久 果然CNN的记者就 就呛他 他说 你连你的这种事都不敢讲 你凭什么认为 你跟他见了面之后呢 普丁就会改改变 然后你就 你就看到 看到拜登本来要走 又回过头来 跟跟跟这CNN的记者 互呛起来了 好觉得这CNN记者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讲话 你根本一点扇子都没有 说一点扇子都没有 就是你看到看不出来吗 我在拉拢他 我在忍气吞声 这个是最高战略 纳瓦尼有什么重要 可是拜登不能夹讲 他就没有提纳瓦尼 所以等于就是 默认了俄罗斯 对纳瓦尼的处置方式 这个呢会让拜 拜登会让美国这一次 会大大的失去盟友 对于他的口号的信任感 你还在跟我讲民主 讲人权 讲自由 讲法治 你碰到普丁的时候 你的屁都不敢放 那有什么用 好那第三个 不但呢 这些事情呢都没有做 前面的北溪二号制裁取消 对纳瓦尼的声援 他放弃闭嘴 相反的 两个人见完面之后 好那我们就恢复正常关系吧 虽然两个人还是有点互相的猜忌 可是好那原来呢 大家都已经撤回了大使 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上面 过去两个月就当做一场误会 但是说那顶多就修补 对他他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修修补 可是你要你要知道啊 就美国跟俄罗斯之间 过去几十年里面可没有什么修补啊 过去几十年里面就像是 即使是这几年的时间 特朗普川普上台了之后 那退退退退出开放天空协定 那呃退出呢 中岛协议呃 几乎都在退退退退退 跟俄罗斯的关系呢 其实其实也都变得更不稳定 但是拜登最少 他在重建这个关系 同时也开始呢 跟美国跟俄罗斯之间 展开最高级别的对话 就像拜登讲的 见面谈总是比较好的 好那因此呢 拜拜登 拜登不管是跟英国见面 跟欧盟见面 跟G7见面 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见面呢 跟跟特朗普 跟这个跟普丁的见面都一样 这些所有的见面里面 他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缺席的存在 那个缺席的存在就是中国 其实不管他有谈的 没有谈的 他在台面上处理的 他没有处理的 他都是为了 要让这些所有的朋友跟敌人 都在战略上面 有助于他接下去 跟中国的对抗 因此他见完了这些人之后 从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到最后呢 见普丁 这些人全见完了之后 他无非只是在铺成一个 最后的压轴大戏 就是什么时候 跟习近平见面 当然现在可能 咬指十月了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咬指十月份 可能G20会议的时候 不知道 我认为可能 不会拖到那个时候 但是他就是在铺成一场 美国在全面围堵中国的反中大戏 所以表面上面的美国呢 把俄罗斯当敌人 把中国当竞争者 但他实际的操作是倒过来的 老实讲对美国来讲 俄罗斯是过去的敌人 中国是未来的敌人 我如果是 我如果是拜登 我如果是美国人 我当然知道 我说所有的动作应该都是对着中国 那 所以不管在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 风向都变了 美国反中 美国开始在联俄制中 已经结束了他的联中制恶 开始联俄制中 联俄制中开始了 银跟宽松结束了 这两件事情 会影响到地球上面的每一个人 包括你 包括我 好 所以 国际政治 经济的空气变了 世界变了 你准备好了吗 要不然系好安全带 免得那风浪太大 避免灭顶 要不然就开始 拿出你的本事 准备冲浪吧 接下来的浪头是很高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雅虎TV 周末快乐 我是唐阳龙 下周见 拜拜 YAHO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